哈囉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方舟滅絕 來我們今天呢 最後一集呢 各位 最終戰終於要開始了 今天呢我們來挑戰最後 我們這個 泰坦之王 Alpha版本 Alpha版本的泰坦之王呢 是已經全身被這個 被這個 神秘物質給腐敗了 所以他整個身體呢 看起來就會 像是一種外星人的感覺 跟前面這兩隻泰坦王相較起來 差非常的多 那上一集各位應該也有人看過了齁 這個 Beta的泰坦王跟Maga Maga嗎 跟Mega Maga是什麼東西 跟Mega泰坦王 好像其實也沒差多少 我自己去稍微比對了一下 後來老頭私一下比對 真的好像也沒差多少 只是體型上有點小小的差異吧 真正 真正有差異的還是我們的Alpha 的泰坦王跟我們的這個 Gama 或者是Beta 差異比較大 好不好 那麼今天 我們也直接的就把我們的大麥克給召喚出來 那大麥克要召喚出來 首先呢必須要有 額外三台機器人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原本的機器人 好 那老頭呢 也去弄了一下我們的 這個裝置 這個MONI 是可以讓我們這個機器人做合體的 好 那為什麼老頭會有三個這麼多呢 因為呢 老頭後來又自己私底下打了一個 好 就是多打的啦 所以沒什麼 因為基本上呢 你只要打敗Beta的泰坦王 一定會給一個 一定會給一個 你看嘛 這樣子你就知道老頭打幾次了嘛 老頭打三次嘛 打三個 為什麼那個顏色會有不一樣啊 還是說等級之 等級有差 顏色就不同 欸不對 我覺得顏色是隨機的欸 你看 像這隻就好帥喔 黑色配白色 然後這隻是有點 有點混 混種的那種顏色 然後這隻 我這隻原本的421等 居然是全紅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黑色的紋路 欸這台黑色真的帥爆了 真的帥爆了 可惜到時候你就會變成我們的 催化劑 變成我們變身的 材料 非常的可惜 最後一台勒 我們這邊有最最最最早之前的那一台 最早之前那一台拿出來用好了 OK 好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然後到時候如果我們要變身的話呢 好 我們這邊有另外三台嘛 然後我們要變身的話 我記得沒意外 應該是把我們的這一個 給裝上去吧 的確是 好我們待會再裝 好不好 等我們打Boss的時候再裝 然後呢 我們家 我們就沒有要用我們的冰泰坦去打了喔 好 咱們就沒有用冰泰坦了 我們就直接變死 直接用變身的方式去打 好吧 我們就把它先傳回 傳回 城市二好了 好 傳回城市二 掰 好 他消失了 好 暫時遠離一下 然後呢 我們這一隻稍微也要遠離一下了 好 這 這需要遠離 不然的話就像上一集一樣 阿根廷直接掛掉 你看阿根廷屍體還在 哭哭了 我們懷念他 好 我們把我們這一隻 叫做什麼 消什麼的 忘記了 把他帶到這邊來 比較安全 對嗎 好了 我們已經萬事具備了 就只先召喚了 呃 在召喚之前我覺得我先存個檔好了 那 先在打之前跟各位講一下喔 呃 今天這一集應該會呈現 隱藏的動畫 因為這隱藏動畫好像要擊敗我們的阿爾法王才會出現的隱藏動畫 以及就是呢 擊敗他之後會解鎖一個整套的Skin 那整套Skin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打完大概就知道了 好不好 這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然後我們先把我們的 材料 全部都把他叫出來 有了 全部叫出來了 開始 我看到了 來來來 是時候變身了 讓他們知道我的威力 等一下有關係開尬的了 我怕我直接被秒殺 變身 也可以啊 按住C變身喔 哇這麼快 來 REZ WOW WOW 我怎麼浮在空中 YA OMG 我的血 我的血有五十三萬阿 這樣子我可不可以裝什麼裝備之類的 欸可以耶 來來來 欸 裝上去嗎 不行 不行 啊不能裝喔 好可惜喔 死吧 哇 天堂之拳 哇靠 揍我三萬九 我還整個軟掉是怎樣 剛剛他把我那隻給打死啦 哈哈哈哈 哇賽 哇賽 我完全動他不得 我暈了 哇 還要把我那隻老鷹打死啦 死吧 我的老鷹掛了 替老鷹報仇 喔 開尻開尻開尻 喔靠 嚴重受損 受損 哇 我打他有六萬多 他沒有別的技能耶 單純就是左劍灰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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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死 他的那個在哪裡阿 哇這隻超屌的耶 右鍵有沒有招式 沒有 單純就只能一直左鍵攻擊而已 我敲阿 死吧 恩 哇看仔細看一下我這台 酷壁的 超酷 來這邊交給我 哇他現在他現在變成這個狀態阿 只有左鍵而已 沒有其他技能了 沒有其他技能了 揮得到嗎 欸揮不到最底下的阿 笑死了 我只能勉強揮到一點點而已 看 我來啦 欸他 帥帥歸帥阿 但是只有左鍵而已其實也太弱了吧 算了我直接把他揍醒 林北直接把你揍醒 而且他體型還比我大隻欸 我覺得我已經夠大隻了 死吧 哇 尻到我了 醒來了醒來了 吃我一劍阿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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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三五萬三 啊我暈了我暈了 哇操 夭壽 欸可以用第三人稱看 揍你 揮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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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是什麼 我靠沒看過 你想要對我放什麼東西 啊破解破解了 晉天動地拳嗎 10吧 哇哇哇哇哇哇 新招新招 哇 射是的我一下兩千還好啦 哈哈哈哈 林北撐了數 4 沒有回到我說 冷 去10吧 插 哦唷咬 突然 他在二連斬喔 我快死了 幹我真的快死了,他這二連斬真的超痛 喔喔喔,不行不行,我要死了,補血 機器人可以補血嗎?不行 呵呵呵呵,喔機器人可以補血 幹他這招我完全被牽制耶,他揍我會請我暈一下 這招不能被揮到 要走位,這個部分稍微要走位一下 被敲到就暈了,根本沒辦法動彈啦 他的暈眩技能 喔唷唷唷唷,換他暈了換他暈了 休想吸取能源 你休想 你休想啦 吃我的菜刀,喔喔被砸到了 哇哇哇哇哇 掰 你的血量快沒了 我終結你 滅絕最終boss 我們要拯救方舟大陸 我們要讓他回歸成圖 我們要讓 我們的方舟回家 我們要回家啦各位 不像惡勢力低頭 喔快死了 靠,這都超痛啦 五萬多 天啊 我的血量快有點不夠了 回不到 不要揮我 不要揮我 快死了 哇這哪招 哇好慢喔 哇 但是炸到2000 2000可以啦 哇 最後一擊 居然沒死 居然沒死 再見了 我的機器人也爆了 剛好機器人也整個爆掉欸 直接大結束欸 哇塞 然後我拿到了Skin 我拿到了Skin 先去撿這個再說 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終於把這隻大隻刀給解決掉了 哇喔 這是什麼 喔機器人 藍圖 全拿了 要離開了 希望呢 這次動畫不要直接斷喔 因為 我記得我在beta的時候 動畫直接斷掉 沒辦法看最終的結局 希望這次不要 好 好啦 因為呢 這個動畫喔 會當機喔 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次可以讀 然後呢 打beta跟這個 alpha的時候呢 每次進入動畫都會黑畫面喔 所以說老頭剛剛那個 隱藏的 隱藏的動畫呢 是用網路上的資源 來呈現給大家看的 那麼呢 在這個 隱藏動畫呢 你們應該也覺得又留下了什麼 伏筆之類的 貌似呢 我們這ARK的冒險 好像還沒有結束喔 將來會不會再出新的ARK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總而言之呢 他留了一個 伏筆又在裡頭 到底是誰 又要竄起了 難道是異變裡面的那一隻 沒有死掉 又要開始佔領了ARK嗎 誰知道 隨便亂講的 又或者是 老頭大魔神要大發揮了 又來毀滅宇宙了 方舟宇宇宙要被老頭宇宙給產品了嗎 這我不清楚啊 不要理我 我講太多屁話了 好吧 我們先回去 因為我們就 這個打完基本上就算是一個轉身了 所以說我現在身上的這個晶片呢 應該已經是變成alpha了 就是 一個進入完全體的狀態了 我們現在身上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晶片了 然後 然後 給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變成alpha了 這已經是最高階了 這個最高階能幹嘛 其實我也不知道啦 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吧 或許啦 然後呢 你看手不見 哇我是直接變成 他剛剛那個 直接變成我們那個呢 結局動畫裡面的那個人 我戴一下頭盔 然後我們的鞋子 還有什麼 盔甲 褲子 好現在隨便穿 因為我們主要是爆門 幹什麼東西 大哥別鬧了好不好 來給各位看一下齁 呃 skin 這邊上衣 我靠我完整透明了 頭盔 根本就變成透明人啊 根本就變透明人來著了 你看 哇塞 欸 我已經進化成超人類了 這已經是一個超人類模式了 單純一個外表skid 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挺酷的就是了 這就是我們alpha alpha打完之後所獲得的道具 其實覺得就普普通通啦 然後如果把頭拿下來就變這樣 有點恐怖耶 毀滅戰士喔 頭盔拉下來 變這樣子 呵呵 哈哈 哇 好像什麼迷彩裝甲那種感覺喔 碰到相同顏色的 呃 碰到 岩石顏色 就會變成岩石的顏色 喔 碰到地上就會變成綠色 光學迷彩 有沒有很屌 好不好 好啦這就是我們這方舟最後的內容喔 那希望呢之後方舟可以出個續集 喔我記得以前好像八月份的時候有公佈一個好像是 海盜 方舟 的樣子 喔 但是那個只出一部預告片而已 他究竟是MOD 還是官方出的星座 喔這個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上網查一下 喔 攸關方舟跟海盜之間的一個 一個新的 新的 題材吧 我也不知道耶 總而言之那時候我看到也覺得還蠻猛的 不過都已經過這麼久了 到現在好像沒有什麼其他新的消息 或許吧 這個滅絕資料片結束之後 可能就會 開始往那邊發展說不定 當然老頭也希望方舟能越出越多越好啊 好吧那麽今天呢這個內容差不多先到這裏結束了喔 那我們 方舟滅絕就真的沒了 目前為止是啦 那如果之後DLC有做一些新更新有新的恐龍 當然老頭依然是回來就這麽的簡單 好不好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連載觀看 那麽一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按個訂閱 右下按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或許我NONOLIVE按個 追隨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有機會 方舟再見面了 掰掰 如果喜歡 vlog mare umes 我們iksi countdown 明明 我們 marvel 我們 這麽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